紧急的送医救治,最后因为伤众还是宣告不治,令人感到非常的遗憾 而事实上陈荣宏他有初级的飞行员的症状 在过去因为他热爱飞行伞的运动,也有过三十次航次的经验 没有想到竟然会丧命在他最热爱的这一项运动当中 而得知重要的部署发生意外 李坤耀在昨天心情悲痛的立刻赶往宜兰罗东探望 可惜还是挽不回 陈凤而飞俯看蓝色海洋,就是这股自由自在的感觉 让瑞鼎科技董事长陈荣宏深深着迷 53岁的他是友达旗下面板IC厂瑞鼎科技的董事长 另一个身份是明基友达集团董事长李坤耀的重要左右手 星期三陈荣宏带着朋友到宜兰外澳看飞行伞 陈荣宏本身就热爱这项运动 8月份就飞了30多次 在朋友好奇询问下海派的他决定亲自示范 穿着好了,无线电啊什么都准备了 起了之后就马上起飞 不到5秒钟就落地,最后这样 只是这么一飞在飞了50公尺之后 从两层楼高的地方摔入竹林,宽骨骨折意识模糊,在送到医院之后当晚宣告不至 听到老友出意外,李坤耀第一时间赶到医院去看他 玩家怀疑可能是三点式的安全扣环在起飞之前没有确认好是否有扣紧 特别是腿带的部分成了这一次飞行伞脱钩关键 陈荣宏受过专专业的飞行训练,单飞超过30次,还有初级飞行员的资格 热爱的运动却让他失去生命 深过的消息传出,瑞鼎今天在新贵爆出大量 盘中还一度达到76块,跌了4块钱 目前约在79元左右 大家长猝士,员工心情沉痛 不过瑞鼎表示,营运照常并不受影响 希望能够稳住投资大众的心 TVB新闻总和报道 而另一方面,这位好久不见的知名歌手 琪琴在大陆金团烧伤的意外 而且还是在自己的家里面 最了解就在今天的凌晨 琪琴因为烧伤被送一救治 因为最近觉得压力跟工作的量都很大 所以请来拔罐师傅到家里来 但是这位拔罐师傅不小心把酒精撒在琪琴身上 而引燃大火 导致琴的背部跟脸部四肢等等都被烧伤 送一之后经过诊断证实了 她是深层的二度灼伤 因为伤害到比较深的网状真皮层 所以可能需要直皮手术才能够痊愈 而经纪人以及她所处的经纪公司在刚刚也发出了声明表示 目前琪琴的意识清楚还在北京的医院观察治疗当中 而未来也不排除要回台治疗 9月1号凌晨2点 歌手琪琴在北京家中发生烧伤意外 紧急送医之后 医生证实琪琴是深二度灼伤 怎么会在家里发生这样的意外 医生今天告诉我们是 现在的状况是深二度灼伤 上面已经大概是全身的8% 或是保健师到家里听她做一些保健的疗程 那正确疗程是什么 我们没有那么清楚 经纪人表示 琪琴是在家装拔患的时候 保健师不小心将酒精撒到她的身上 才会不小心引起大火 琪琴大陆的经纪公司也发了声明告 表示琪琴身体包括背部 脸部 还有四肢 全身8%的部分都是深二度灼伤 其实拔罐本来就会有灼伤的风险 深二度灼伤是伤害到较深的网状真皮层 表面皮肤会出现水泡 复原的时间比较久 有可能还需要直皮手术才能痊愈 琪琴在急救之后 目前意识还算清楚 持续在北京的医院观察治疗 不过虽然这起灼伤意外 比起去年底Selina拍戏烧伤的三度灼伤 轻微一些 但艺人在大陆烧伤意外 在天一专还是令人震惊 TVBS新闻综合报导 而另外台大医院爆发了百年以来